大家好我是Garen 欢迎收看RELEASE SPORTS专业喷射系统频道 这一集我们要为各位来介绍一下TPS的归零以及ABV学习值的归零 你去车行做完大保养之后 如果说车行老板没有帮你做一些ABV的归零以及TPS归零的动作的话 有可能你车子发起来之后 你的转速是非常的高 所以大家都在说你原本没有问题的 可是当你去做完大保养之后 那个问题就跑出来了 这一集我们就来探讨那为什么 这一个的话是一个山羊的节流发体 它原厂就设计成你没有办法去拆开来 另外这一个的话它是光羊的节流发体 螺丝是可以拆开来 然后车行它在做大保养的时候 它其实会把它拆开来做一些很细部的清洁 这个的话如果说没有注意到一些细节的话 有可能会产生很多问题的 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跟各位介绍 所以说你在大保养完之后 你的旁通空气螺丝要怎么去做调整 我们等一下也会跟各位做一个介绍 另外它在调整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样的数据依据 可以让你知道说你调整的恰不恰当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TPS 要怎么去做规定 光羊它虽然你的节流发体可以拆开 可是它零件它其实不单独贩售 等于说你有什么东西坏掉的话 它其实是整个卖给你 它并不单独贩售那些零件 这个是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有一些东西的话 你如果说没有专业的仪器去做调整跟组装的话 那其实会出蛮多问题 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跟各位来做介绍 另外还有你的ABV的学习值 当老板帮你做完大保养之后 你要怎么做一个正确的ABV的归零 以及重新做学习的动作 这个我们也会为各位来介绍 一般的车友 甚至说想要进阶自己保养的进阶车友 还有车行老板一定要收看这一集 这一集是非常的重要 现在我们来为各位介绍一下光阳的节流发体 光阳的节流发体其实算蛮精密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构造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话 它其实是我们叫油门线支架 这个有看到两个油门线的话 这个是G6或者是一些比较高级的车型 寒带的那些防止结冰的问题的话 它有时候会设计双油门线支架 避免你回油门的时候 油门回去 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的话 这个是油门线的转盘 另外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螺丝 这两个螺丝的话 我们叫油门直挡螺丝 其中这一个你注意看 它真正有跟这个油门转盘有接触到 这个才是真正的油门直挡螺丝 另外旁边这一个 它其实是拿来做一些特殊功能的测试 只不过一般在消费者甚至说车行 老实讲它其实并没有用到 除非是一些像我们在做一些比较特殊的测试的时候 才有可能用到 然后这个真正的有画记号 这个的话是不要去调整它 因为你一调整的话 油门的位置它的电压其实就会跟着改变 你学习到的电压值其实就会有问题 另外的话我们来看到 这个的话是它的活性碳罐的控制法的真空源 另外的话我们再来看到 还有一个我们叫旁通空气阀调整螺丝 这个螺丝的话 有些车行它在帮你做大保养清洁的时候 它其实会分解的很干净 连这一个旁通空气阀调整螺丝 它整个拆下来 然后丢到超远波清洗机里面去洗的话 再装回去的时候 其实车行要蛮小心的 这一个Jelovati光阳在生产线下线的时候 它其实有在流量测试台上面 特别去调过它的流量 装回去的时候 你要怎么确保说 你调的流量是跟它出厂是一样的设定 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教各位来怎么去做一个设定 然后各位如果说再往里面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的叠片上面有一个打了一个孔 这个孔的话 其实每一个车型上面的孔大小其实都不大一样 你如果说去看它上面 像这个的话是它有打刻一个记号叫26mm 1.8mm 就比方说这个Jelovati它是26mm 5mm的 然后那个孔径是1.8mm的 有一些车型的话 有可能它是1.4mm 1.2mm 甚至1.6mm 每一个不同的车型 它有设计的怠数的流量 所以它打了孔的大小其实都不大一样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当你如果说今天有一些车行帮你做大保养的时候 它其实会把这个螺丝把它拆开来 把Jelovati跟ECU两个分离开来 这个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ECU里面的构造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的话是它的进气温度Sensor 它去侦测你的空气温度 另外这个我们看到有个小小的洞的话 我们叫进气气管压力感知器 它是一个晶片在下面的基板这边 另外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的话 我们叫做TPS Sensor 然后这个的话它叫旁通空气阀 简称叫ABV 你如果说注意看它的通道的话 它其实是从这边 这个孔流进来之后 然后从这边进来 再从旁边 空气从旁边通道上来之后 走这个通道 从这个孔出来 所以你会看到从这边 这个孔出来 这边有一个孔 从那边出来 这个旁通空气阀 它其实在作动的时候 就是说你四行程引擎 每一转两转的时候 它会开启它的角度 这个角度的话 在我们使用的单位 叫做曲轴角 所以你看到 有时候你的ABV开度是80度 那个其实就是 一周360度里面的 80度的曲轴角 各位车友如果说 要去做清洁你的 节流发体的时候 建议各位可以去看爱卖修 它有一个特别计划第三集里面 去教各位怎么去做节流发体的清洁 里面讲的蛮好的 这边我就不特别去再重新讲一次 跟各位提几个重点 刚刚我们有看到 ECU里面其实有蛮多的 那些感知器啊 作动器啊 ABV TPS sensor 这些东西的话 你如果说直接那种 噴那些清洁剂 在节流发体上面的话 你一定要倒着噴 不要让那些你的清洁液体流到 如果说你正着噴的话 它有可能就直接流到ECU这边 有可能会把那些sensor 或者H8把它损坏掉 所以你噴的时候 有可能要倒着噴 然后用棉花棒去做清洁 甚至说你直接拿一块抹布 把清洁剂噴在你的抹布上面 然后进去做擦拭 这样其实就OK了 另外的话 车行它在帮你做一个大保养的时候 这个的话 有些车行真的会拆得很仔细 就会把节流发体跟ECU 这个两个分解开来 甚至它还把这个旁通空气阀的螺丝 整个拆下来 然后整个节流发体 还有这个旁通空气阀的螺丝 直接丢到超音波清洗机里面去清洗 洗得非常干净 在组装回去的时候 会有一个问题点产生了 这个等一下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现在我们来跟各位介绍一下TPS系统 它怎么去侦测你的油门开度 你如果说有我们APP2.0这个 南亚诊断套件的话 你进入诊断与记录 然后点选折线图 你可以去点选 例如说TPS开度 还有你往下滑看到TPS电压 还有一个叫TPS怠速的学习值 你把它点OK之后 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TPS开度 第二个的话是TPS目前的电压 第三个的话是TPS怠速的学习值 其实就是TPS0点的电压 当我今天我的油门打开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TPS电压 它其实在跟着变化 比如说我今天打开了 它的TPS电压0.6几 它其实会先减掉你的基准值 它其中有一个放大的倍率 然后去换算现在的TPS开度是几度 所以你看到现在是11点多度 12点多度的话 我们这个使用的角度的话 机械的角度跟以前一般的喷射系统 用的那种0%全开的时候是100% 那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油门全开的时候 其实超过80度的话 其实已经算全开了 一般老实讲 车厂它在设计节流发体的时候 都有设计比较大的空间欲度 所以说你油门开度只要超过70度 其实几乎都已经是全开的状态了 现在的话我们来跟各位讲一下说 当车行帮你做完大保养之后 它帮你节流发体组装回去的时候 这时候其实你要特别注意 如果说因为节流发体跟ECU之间 它其实在组装的时候有一些公差 你可以偏左或偏右 0点的电压值其实就有可能不一样了 例如说我现在 我把它偏左 这样你看到它的TPS 它是0.15V 然后TPS 现在是0度 它这时候把你锁回去的话 OK可能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可是当你今天 LEVALYS稍微偏向左边一点 这时候你注意看 它其实已经变到1.94度了 这时候你如果说把它装上车去的话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现在我来为各位示范一下 当我们的TPS 车行老板帮你的节流发体组装回去之后 稍微偏向一边去组装的话 我们这一颗电脑的话 是已经有看到它的TPS开度 已经到3.61度了 然后你的代数学习值啊 TPS电压它已经0.33 它已经超过 我们叫做有一个油门开度 它判定说你现在是关油门或开油门的门槛 一般大部分的车型可能设1度啊 或者1.5度 你只要超过这个度数的话 它其实就是判定你现在是开油门的状态 另外的话 那当你要判定你是收油门 就是说在代数的那种状态的话 一定要小于1度或者1.5度 那当然有一些车型它设的比较大的可能2度啊 2.5度这样子 现在我们来示范一下 当现在已经看到3.6度的时候 这时候发起来会什么样的状况 这时候发起来会什么样的状况 各位可以看到现在转速已经拉得非常高 拉到2千多转 3千4千 现在它到代数的时候 转速会非常不稳 因为它已经超过它代数的门槛 所以这时候车行老板要做一件事情 你只要到 我们的故障码里面有一个叫TPSG ABV的规零 这一个功能 你只要把它按下去之后 OK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 关电门让它写入电脑的动作 这时候我们再打开 我们再重新连线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做一个TPSG ABV 学习值归零的动作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它TPS开度现在已经是零度了 而且 现在的TPS电压跟TPS代数学习值 同样都是0.32伏 然后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个发车的动作 OK 它现在的转速已经变正常了 把旁空空气螺丝 组装回去的时候 现在还有一个动作你要去做 就是用你的诊断器 看你的ABV的开度是多少 而且这个ABV的开度的话 是要确定你的引擎已经完全热车以后 然后去看它的ABV开度 有没有开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如果没有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你要把它用一字起进 然后去调整你的旁空空气的螺丝 然后去把它调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 比较好的范围的话 大概是五六十度那个地方 今天我们为各位介绍了TPS 零点的归零 以及ABV学习值的归零 各位如果说是进阶的车友 你自己在做节流发体的清洁的时候 清洁完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甚至说车行老板 他今天做一个大保养清洁的时候 把节流发体啊 还有ECU整个分解开来 然后去非常干净的清洁 当你组装回去之后 你也一定要做一个TPS归零 还有ABV学习值归零这个动作 要不然没有做的话 其实就像我们影片看到的 那个转速其实会飙得非常的高 另外第二点的话 把旁通空气螺丝拆下来之后 你要怎么去把它锁回去 光阳他在生产线下限的时候 这些节流发体其实都是在 空气流量测试台上面 去调教到一个非常标准的素质 你今天组装旁通空气螺丝回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在车上让引擎完全热车以后 然后去看着它的旁通空气阀的开度 然后去调整你的旁通空气螺丝 把它调到一个合适的素质 这样才不会造成说车主他车子发起来 或者当你加油门回油门 回到怠速的时候你的转速会不稳啊 甚至说太高这种现象 下一集的话我们会为各位介绍一下 你的燃油系统要怎么去做清洁去保养 在蛮多人骑一骑之后遇到车子 为什么突然发不动 甚至说当你大吹油门的时候 感觉到车子没有力 这个其实跟你的喷射系统 它的清洁度啊 你的喷油嘴有没有阻塞 甚至说你的汽油胖腹的滤网 有没有阻塞 这个其实有蛮大的关系 下一集我们就为你来解密